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通常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会先说明这个事情的情况或者现状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和评论 之后会得出一个相应的结论 最后提出我们相应的建议 这个是典型的逻辑论证或者我们叫演绎推论法 我们来通过两个案例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正如你所说的业务员专业素质不高 影响了业务员的流存 那这个呢是一个销售部门的主管 对他领导在汇报的时候 讲出这样一个现状 那么我们通过调研发现 真正影响业务员流存的主要原因 在于增援过程当中的选择问题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它的专业素质影响了整个流存 而是关键问题就是你选人没有选好 由于你没有选好合适的人才 所以呢才造成了它不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现状 因此呢我们说你的营业部应该立即演你一份明确强调如何有效增援的这样一个计划 最终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你的营业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演你并且实施目标明确的增援计划 以改善业务员的流存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逻辑论证的方法 最终得出我们想要的结论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低成本是假公司在市场取得长期置身的关键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市场经济当中 一方面我们需要开源但同时也需要节流 节流也非常重要 因此呢假公司一直低成本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但是经过我们这段时间调研发现 在市场与竞争对手相比 假公司的成本已经出于劣势了 明明是你的优势 结果现在变成劣势 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建议假公司应该进行降低成本 最终我们的中心结论是为了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假公司必须降低一系列的经营成本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举的逻辑推理 就分析问题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呢 我们想说明逻辑推理 那么它主要的特点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支撑中心思想的几个关键点 它是相互连接的 也就是说先有事实 然后呢我们在分析事实 分析原因 最后得出我们相应结论 最终才是中心思想 也就是说每一个呢都是从前面推理得出的 而且呢它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 它没有第二走向 这个是它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那么各位朋友 你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下练习 那这个是我们在培训当中 经常可以做的一个练习 有两位女士和有两位先生 分别是ABCD 他们四个人呢都是运动员 其中一位呢是网球选手 一位是滑冰选手 一位是体操选手 一位是网球选手 有一天他们围坐一张四方桌而坐 那么我们给出了四个要素 游泳选手呢坐在A的左面 体操选手坐在B的对面 C和D呢是相邻而坐 有一位女士坐在滑冰选手的左面 请问你谁是网球选手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相对来说 需要各位能够有效地运用你的逻辑思维 逻辑推理 才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在接下来自己练习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我们这个逻辑推理呢 是需要我们经过很多练习 才能够得出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逻辑推理 或者逻辑论证 那最终呢将会形成这样几套模式 你可以在工作当中去采用 比方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 对我们的企业经营 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 你必须具有X才能成功 但是呢你无法做到X 因此你必须建立做X能力 那么第二种就是你需要X才能成功 但是你目前重心不在这 因此呢转移重心到X上 比方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所接触的一个企业 那么它主要呢目前是做出口 但是呢由于国外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所处这个行业在国外销售 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重心就要转到国内 那我们经过前期调研之后 就给它提出明确的建议 就是你必须要把国内市场做起来 你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成功 因此呢你把重心应该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上来 那么包括如果你认为某一个方面是问题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Y才是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通常在做咨询 或者在培训经常遇到的这个企业的现状 那企业呢可能跟我讲说 这个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我们市场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通过调研发现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来源于它的企业内部 内部管理出了很多问题 由于管理导致员工的信心不足 由于管理导致企业凝聚力不高 由于管理导致员工流失巨多 所以呢它最初出解决的应该是 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看到通过这样一个逻辑论证的 这样一个模式能够让你的意见 或者让你的观点能够更加清晰的让别人知道 这是我们一个分析问题的过程 那么这种逻辑论证呢 它有它的利和弊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它的好处呢 是能够证明我们整个内容的一个必然走向 因为每一个结论都是从前面推理得出的 对于那些拒绝吸引的听众比较有效 比方说这个听众呢 可能对后面的中心结论他表示怀疑 那我们可以告诉他 我从什么一二三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它的弊端呢就在于 如果说这个听你阐述的这个人 他对于前面如果不认同 那么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对这种结论他必然不认同 所以呢 你开始对于事情的陈述 要非常的客观和全面 以及对这个客观全面的这个事情 你的分析是不是很到位 这个也很关键 再有的话呢 它不足在于 为了我知道最后的中心结论 我前面需要记忆大量的信息 所以对于那些领导来说 那这种方式是一个分析问题 一种好的方式 但是不是我们沟通汇报成绩 一种好的方式 那么我们把问题分析完了之后 如何能够向领导做一个非常有效的呈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逻辑组合式的 各位 也就是我们 本次客人的核心 金字塔的架构 先表明我们的中心结论 通过你的归纳 得出一个中心思想 中心结论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 支撑这个中心思想的几大理由 分别是什么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那么前不久呢 我们去了广东的一家企业 当时呢 他们在推出了一款新的产品 那针对这个新的产品呢 他们在想 到底营销工作 如何去有效的推广和实施 那么我们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调研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 贵公司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严拟并且实施对象明确的营销计划 以改善这个新产品的销售 那这时候我们得出一个中心结论 那么怎么做呢 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确实找出高优先性的客户群 及其需求 就首先你要找到 你这个产品的目标客户是谁 他们到底需求是什么 我们这个产品 能不能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 第二个方面 就是开展针对目标客户的 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以及准备相应的工具 那这个是我们在新产品 打市场的时候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方面 就是建立客户联谊制度 以及追踪体系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一些老客户 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开发 那对于一个新客户 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客户信息 需要能够把这些客户请过来 能够让我们全面的展示 我们新的产品 能够激发他们一种购买力 那我们看到 首先呢 先说明你的主要的观点 然后呢 再说明你要 所做的相应的工作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的结构 那么它的特点 我们已经发现了 就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所说的一种同一类想法 相互之间 支撑这个金字塔上面的中心结论 下面的三个方面 它没有严谨的逻辑推理关系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三个方面呢 它是相互独立的 并不像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逻辑推理 每一点呢 是由前面推出来的 相互之间是可以独立的 是可以独立实施和运作的 那么它的好处 这种金字塔的结构 那么它的好处呢 是便于我们技术要点 便于技术要点 而且呢 对于注重具体措施的听众 非常有效 他知道 你到底要采取 一二三 哪几个步骤 同时呢 即使一点被否定 如果说 它对于我们的某一项 比如促销计划 它不认同 但是呢 只要其他两项 它能够认同 它仍然能够接受 你的中心思想 那么它弊端呢 是如果说听众 那么它认为 你的整个结构 如果结构呢 对整个中心思想 支持力度不够的话 它可能会产生 一些怀疑的心理 所以呢 这就紧接着 我们会讲到后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你支撑中心思想的 你这些很关键 第二个层面 这些论点 它是不是符合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missi原则 讲到这里呢 为便于大家了解 我们就把这种 逻辑论证和逻辑组合 做一个对比 我们看得会更加清晰 我们看到 左面呢是论证式 右面是组合式 那么论证式的特点就是 它是层层递进的 最终 最终得出中心结论 那么组合式的 我们看到是先说出结论 然后呢 下面说出 一二三 相应的支撑点 为了便于大家熟悉和了解 那我们 我们再通过两个案例 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看到 经常在企业内 我们会培养企业的中层和高层 它的一个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 那这个呢 是我们通常采用的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舍骨图分析法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流程 就像一个 一条蛇一样 那么 它分了几个阶段 就通常我们所讲的 如果去企业 负责 专业技术类的同事 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往往呢 当机器停的时候呢 他们会找原因 为什么会停呢 发现 是由于机器过热造成的 那么 为什么机器会过热呢 是因为轴承油不够 为什么油会不够呢 因为机油泵坏了 那为什么机油泵坏掉呢 是因为金属泻渗入 所以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是由于金属泻渗入 最终导致机器停了 那还有的话呢 很多家长 那么 当小孩子 慢慢长大之后呢 会给他买辆自行车 那有小孩子骑车的时候 如不小心的 经常会容易跌倒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找原因 汽车跌倒 为什么会跌倒呢 那可能我们发现 由于车速太快 骑得太快了 那为什么车速会太快呢 是由于你自己想骑得很快 还由于自行车的问题呢 后来我们发现 是由于刹车失灵了 为什么刹车会失灵呢 是因为杂皮松了 为什么杂皮会松呢 是因为螺丝掉了 所以我们发现了 通过这样一个推理的方式 也就是说 每一个问题 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就能够最终找出问题的关键点 那这个呢 就体现了这种逻辑推理 最终找出问题的关键原因 那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鱼骨图分析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就是一种金字塔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只是它做了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像鱼骨头一样 中间是一个主干的问题 就是公司业绩差 因为很多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经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出现 经营业绩不理想的情况 那么领导呢 就会责成有关部门去分析 到底为什么经营业绩不好 通过调研发现呢 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包括产品过于单一 公司品牌目前还没有形成 或者品牌影响力不够 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售物服务不够理想 包括你的销售渠道没有完全建立 我们市场有差异 各地市场 比如说广东市场 跟江西市场会有一个差异 那么上海市场呢 跟新疆市场也会有差异 市场不同差异 也会造成不同产品 在各个区域销售情况不同 同时呢 包括我们的销售形式 是采用我们自己独立在销售 还是采用代理制销售 我们的销售员的销售能力如何 我们有没有给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 以及我们的销售政策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能够有激励作用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八个方面 就能够进一步的去分析 找到公司业绩差的一个关键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想问朋友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在这八个层面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要再加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在公司业绩差提出来之后 那么这八个方面的基础之上 如何再进行一个概括 能够确保我们这些问题 都能够完整的想清楚呢 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 从公司内部和外部来展开分析 那这也是分析问题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先从内部和外部 两个大的方面来看 就能确保呢 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去想到 好刚才介绍完了 我们的逻辑推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呢 有个练习可以留给各位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想去创业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给你这样一个创业机会 你会如何去实践 小张呢 想投资三十万 要开一家餐馆或者服装店 开在哪里 什么菜系 或者什么服装品牌 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请你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逻辑论证和逻辑组合 列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看一看 我们刚才所学过的这些内容 如何在你的具体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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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